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梓敬 今天是2020年10月26日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 台灣移民署昨天將一個在台灣居留的香港人強制驅逐出境 究竟這個香港人是誰? 他又做了些甚麼? 另外 西九龍中心外場早前掛上了將色情的廣告被家長投訴 曾經就像廣告下架 但新掛的廣告竟然比原先更色情 究竟幕後又有誰撐腰呢?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等更多的市民了解一下主流媒體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台灣移民署昨天10月25日發了一個新聞稿 表示將一個在台灣居留的香港人強制驅逐出境 還不讓他在一定期間中重返台灣 這個香港人叫李斌浩 他原本在台灣工作居留 之前在一間科技公司任職 究竟這位香港人做了些甚麼? 為何會被人驅逐出境? 原來如此 在今年1月時出名搞港獨的前學生動員 鍾漢林、洪英堂和洪森媛去了台灣 和出名搞台獨的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理事長楊躍清 和自由時報的政治組副主任蘇永堯見面 由於有關活動很明顯是港獨勾結台獨分子 所以原本有關的行程收得很密 沒有人知道 但誰知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他們的惡幸被這位香港人李斌浩揭發 他委託了台灣一間私家偵探社 叫做一統徵訊 將那群人的惡幸拍攝後交給文匯報和大公報報道 終於揭發了鍾漢林這群人是蔡英文密事的秘密身份 今年7月29日香港警方的國安處也拘捕了鍾漢林 因為他涉嫌違反了國安法 涉嫌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雖然他現在暫時獲得保釋 可能因為有關的報道把台獨港獨勾結的情況暴露出來 令蔡英文老修成老 決心向香港人李斌浩報復 但由於當時被拍攝的相片根本是公共場合影的相片 所以不構成台灣當地的一種防害秘密罪 所以台北地檢署也沒有辦法用這條罪起訴香港人 所以他們竟然想到 透過台灣移民署老屈李斌浩說他違反居留目的 說不法拍攝港青參訪的活動違反了港澳條例 用這個莫須有的原因廢除了他的居留許可 並且在昨天將他強制驅逐出境 又管制他在一定期間內不能重返台灣 台灣內政部長徐國勇還要多踩腳 昨天走出來說台灣是民主國家 無論是國人或外來人士 在台灣都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這些紅色媒體用跟蹤拍攝的手法 在台灣收集情報就是在利用台灣的自由民主進行滲透 以及在傷害人權 你這個徐國勇究竟在說什麼 你竟然說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 台灣其實是中國的一個省 你說台灣是國家 那是不是在搞台獨呢 另外又說你台灣是不讓跟蹤拍攝的嗎 那你蘋果日報的狗仔隊 經常專揭那些名人的私隱 那些又怎樣 那些又不行 另外如果你台灣真是一個民主的地方 不是很應該尊重新聞自由 為什麼一個香港人透過媒體 揭露了一些你不想別人知道的真相 你就要趕別人走 是不是在打壓新聞自由 這個香港人李斌豪真是慘 他原本在台灣工作居留 但由於被台灣當局這次打壓 今年在4月的時候聘請他的科技公司 已經終止了他的合約 所以當時已經被台灣的移民署取消了他的居留許可 不過由於他當時在涉案時被控方限制出境 所以今次台灣的司法機構要通知移民署 所以才解除管制他才可以被強制驅逐出境 怎樣也好在蔡英文把握下的台灣就是這麼荒謬 經常都說自己怎樣民主怎樣自由 但原來只要跟他的立場一是不同的話 只要你都不承認台獨的話 他就會千方百計把你打壓 什麼新聞自由是假的 什麼言論自由都是假的 到最後 蔡英文和美國的利益才是真的 講完台灣打壓這個新聞自由之後 想講講西九龍中心的色情廣告 今年的暑假位於深水埗的西九龍中心 掛了六幅名為Good Girl系列的新廣告 有關廣告由小黃人漫畫家林祥坤設計 廣告引有什麼不忘初心、好時光、make your dreams happen 的標語 由於有關廣告涉嫌色情異淫 所以大量居住在附近的家長 向我深水埗區議會的前同事 現在還在區議會兩位正常區議員之中的其中一位 NICOLE劉沛玉投訴 所以劉沛玉在今月8日 聯同我們另一位前同事 服務當區的KOR陳永欣 去到西九龍中心請願 要求商場移除有關廣告 但劉沛玉和永欣的異舉 竟然引來一群小黃人的惡意中傷 逃亡在外國的羅冠聰的前女朋友 而袁家衛更加找了另外兩位小黃人 在之後那天 即是10月9日時 穿和廣告女郎同一件衣服 去到劉沛玉議員辦事處 門口擺放一張一樣姿勢的照片 挑機 不過在今月12日時 即是劉沛玉永欣請願後的4天 相關廣告真的下架了 你可能以為是否是西九龍中心順應民意 那你就錯了 原來有關廣告下架 純粹因為在今月13日時 就是台風浪卡集港 天文台預計之後那天會打8號風球 所以他們才暫時把廣告拆下來 新掛上去的廣告究竟是怎樣 前晚10月24日終於揭曉 原來西九龍中心將廣告 換成另一位小黃人漫畫家金曉文 模仿林祥坤原作的畫 原來基本上是把一個噁心版的卡通 穿和原本的廣告同一件衣服 又是放同一個姿勢 擺明向那群投訴的家長挑機 以為就算那群小黃人 當然不會那麼容易罷首 在昨晚10月25日的深夜 商場又轉廣告 新的廣告是甚麼 原來這個新的廣告又掛上臨長坤的作品 不過不是舊那款而是新一款 比之前更加色情的廣告 你可能會問 為何西九龍中心這麼大膽 無視一群家長的投訴公然向他們挑機 原來這個西九龍中心一直都很旺 西九龍中心的母公司叫御景興業 老闆陳永才原來是菲律賓的富翁 亦是菲律賓前總統Joseph Estrada的大金主 這位菲律賓前總統Joseph Estrada 屬於親美的菲律賓總統 他曾高調訪問美國 和時任美國的總統克林頓在白宮會面 亦在1999年跟美國簽訂了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的駐軍協議 除了老闆的親美背景之外 大家可能都有留意到 會知道 此為止境的好朋友 兇者牛肉飯Annie的店鋪在西九龍中心的Food Court 在今年1月14日 有黑暴為了恐嚇Annie 特意在店外舉高相機拍攝他們 當時有兩名便衣警察把拍照的黑暴拉在一旁 告訴他們法庭已頒令不可對警察拍照 帶走他們 把他們問話 保護Annie 免受黑暴的騷擾 但誰知道西九龍中心竟然無視法庭禁令 在1月15日出了一個聲明 指出在不影響逃人安全的情況下 商場範圍內可以拍照 還說很關注警察帶走學生黑暴的事件 無論如何 黃到出執的西九龍中心 這樣公然挑戰市民非常可恥 而最離譜的地方就是淫審署竟然沒有做好把關的工作 容許這些色情的廣告張貼在公眾的位置 老實說 有關的廣告是否真的很色情 其實真是見仁見智 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不是極為色情 我自己覺得可以 但既然有很多市民投訴 那你從公眾利益平衡的角度看 是否也要回應市民的訴求呢 所以我建議各位網友一起電郵給這個淫審署 表達你對這個西九龍中心的不滿 以及要求這個淫審署重新檢視有關的廣告 之前也跟大家說過 為了爭取年輕人的支持 我們最近開了一條斬新的頻道叫做混帳 找了一班正常的年輕人 以半娛樂 半政治的方式去做節目 希望可以感染更多 年輕人由小黃人變回正常人 所以如果你不想我們下一代看來看去都是那些小黃人的娛樂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在這個位置 在右手邊按一下混帳的標誌 來訂閱我們這條混帳的頻道 訂閱完之後再按右下角看混帳我們最新的遊戲節目 支持正常年輕人 一起感化更多的年輕人 多謝 下次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